去年十月 因勘災不幸遭土石掩埋 淋難的台東海端鄉 污辱村長余元龍 日前傳出依災害防救法 可清零的死亡給付 總計三百多萬元 迟迟沒有撥款 竹英市鄉公所和台東縣政府間的 經費籌措無法釐清 二十六號下午 立委孔文集召開協調會 邀請雙方和中央內政部 消防署共同協調 為什麼上級長官 上級單位都沒有辦法解釋這個問題 要叫我們這個鄉鎮公所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找誰呢 台南鄉公所直言無法負擔 這筆龐大支出 台東縣府則是搬出幾年前 苗栗通宵 也有類似里長因公殉職案例 當時是由通宵政公所負責支出 兩方直至沒有共識 中央也因災訪法的主管機關問題 表示無法插手 最後立委孔文集要求 縣政府與鄉公所再回去研議 縣政府這裡能夠考量到我們海端相公所的財政的一個困難 是不是不要說把這個責任全部推給相公所來負責 是不是請縣政府這裡回去再研究一下 看這個經費怎麼樣來分擔 另一位孔文集強調縣府也因考量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公所 台原與平地不同 希望將新比新來處理問題 不要讓在第一線新府的村里長拿不到應有的補償 相公所雖前往立法院陳情請求援助 但台東縣府態度強硬表明預算結局 會議最後還是沒有結過 而這筆預算如何來支應還是無解 今天喜古大陸地法院採訪報導